欢迎收听《科学大声工》 现在播出的是《变色水》 在电影中或武侠小说里 常有这样的情节 一封没有任何字的信 只要用蒸汽或用柠檬汁或醋 滴几滴马上就浮现出字来 到底这是不是真的呢 请进 博士 门口有一封飞鸽传书 我帮您拿进来了 署名是怪头博士记的 谢谢 怎么是一张空白的黄纸啊 信上都没有字耶 适不适合作剧啊 这个怪头博士又想考我 小琴 你靠过来看看 这张纸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啊 不一样吗 有咖喱味 我今天晚上没有吃咖喱呀 是这张纸的味道耶 小琴 你去拿点肥皂水过来 我变个魔术给你看 哦 博士 你要的肥皂水 现在我要把肥皂水涂在纸上 你仔细看啊 哇 肥皂水沾到的部分变成橘红色的 字出现了 字是蛋黄色的 这是什么魔术啊 太神奇了 这是怪头博士的把戏啦 咖喱粉中含有姜黄素 姜黄素遇到酸性水溶液呈现黄色 但是遇到碱性的水溶液就变成橘红色哦 所以怪头博士故意用黄色蜡笔写字 当我在信纸上涂上碱性水溶液后 因为蜡笔能防水 所以除了写字的地方 其他部分都变成橘色的了 难怪这封信有咖喱的味道 原来是一张咖喱试纸呢 那如果看完信后想恢复原状 就涂上酸性的水溶液对不对呢 答对啦 如果不想让别人看到内容 就将信纸涂上酸性水溶液 整张就会变回黄色 就是无字天书啦 我记得自然课时有学到 有些植物的汁液遇到酸性或碱性时 也会变色哦 所以我们用了好几种植物来实验 像是紫色高丽菜 紫葡萄皮 黑豆 红凤菜 红玫瑰花瓣等等 因为这些植物含有花青素 像这些能测出酸碱的荣液就称之为酸碱脂设计 早在西元1660年 英国科学家波伊尔在一次意外中发现了这个现象 当时波伊尔打开盐酸时 溅出了几滴到桌上的紫罗兰上 没想到原本紫色的花瓣却变成红色的 于是波伊尔又找了好几种植物来做实验 发现这些浸泡液 有些郁酸会变色 有些郁碱会变色 有些则是都会变色 于是经过反复求证后 他根据实验结果 为酸碱做出简单的定义 波伊尔在实验中还发现 食蕊浸泡液效果很好 遇到酸性会呈红色 遇到碱性会呈现蓝色 因此他将纸片泡在食蕊浸泡液中 取出烘干制成食蕊试纸 让检验容易的酸碱变得方便许多 哇 原来是一个巧合 开启了酸碱指示机的研究大门呢 对呀 实时留意身边的小现象 大胆假设 小心求证 下一个伟大的化学家 也许就是你哦 科学大升工 由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提供 想知道更多生活科学知识吗 下一集更精彩哦 就看看好多生活科学 整理程度就会做遇到 售念语 简直播 零红彩